防疫期间不少民众都在家自主防疫 不需要到外采买 宅配道府的蔬菜箱十分抢手 华林县蔬菜运销合作社 从疫情爆发之后 推出花蔬安全蔬菜箱 在防疫的高度自主下 蔬菜箱的销售量相当惊人 每周销售超过700箱 可以说是防疫的新商机 到货整理再包装 华林县蔬菜运销合作社 推出的蔬菜箱13样蔬果 提供给小家庭 在防疫期间以载配方式 就能安全获取蔬菜 总务客长萧能华说 蔬菜箱供货来源 是县内910户在地农友的产品 都是在地生产 完成台湾农产品 生产追溯QR Code的蔬果 安全蔬菜箱的话 这个部分 那我们的蔬菜都是经过 这个安全检验的 检验过了 那个检验过了 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安全蔬菜箱 那刚好这段期间呢 防疫的工作 我们疫情非常严峻 所以也希望大家宅在家里 那由我们来做一个配送的部分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蔬菜呢 都是在拍卖前 拍卖前都有经过这个预检 进场拍卖的时候呢 都有经过这个一个检验 那同时我们在蔬菜前呢 也有在做一次 做一个安全蔬菜的一个检验 所以我们的蔬菜 是采用花联在地的安全蔬菜 所有的蔬菜 从进场 贩卖都会全面检测 是否有农药残留 并且透过产品生产追溯 QR Code的蔬果 让民众轻松就可以了解 产品的来源 为消费者做好把关 记者林杰花联市采访报道